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這個 虛擬睡棚 平常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 如果老師真的要錄模課室的課程 你們有沒有聽過模課室的課程 有對不對 MOX 就是線上學習的 那像這樣的話呢 其實老師可能就要去教法中心 或是一些就是地方 然後去準備藍綠木啊 但是現在不用那麼麻煩 那我們的MOX呢 它有兩種 所以你剛剛打開老師 這個延期相關的這個文件的時候呢 我裡面就有提到 其實這裡 它有兩個 有兩個 一個是線上的 有沒有一個反體中文線上版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今天會用到 舊版的Windows的版本 它現在新版的 會變成跟這個線上版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不介紹 我們就是這個跟這個 那兩個呢 其實用起來都很雷同 很雷同 但是呢 我會比較建議 如果你是要拿來當作露營使用的 我會比較喜歡用舊版本的 那如果你是想要就是 線上的這個也可以 但是呢 它也可以拿來開會 就是當作一個視訊會議的工具 大概最多五到十個人 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現場剛好夠 哈哈 好 那我們先以舊版的為主 先以舊版為主 所以剛剛呢 有麻煩大家把它裝起來了 有沒有 在這裡 所以 您可以看一下在您的桌面上 應該會多出一個這個 好 裝完了之後有這個 那現在這個呢 我們打開就長得像這樣 好 那你一進來之後啊 進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 右手邊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些所謂的房間 對不對 那你可以挑一個 你喜歡的 比如說你看我想要這樣子 這樣 有沒有感覺到 跟我們現在用那個Google Meet 或者是那個線上會議 是可以設一個虛擬房間嘛 對不對 像這樣子 那 你如果不喜歡這裡面的 沒關係 上面還有 有沒有 其他房間 你可以再來挑一下 看 你有沒有 其他的 這個 比較喜歡 因為他的 還蠻多的 你看 而且這都 都有中文 對不對 所以如果 你想要 變成新聞主播 你應該知道怎麼做了吧 點下去 就把它 加進來 好 你先按一個加號 它就會下載到你的電腦裡面 來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跑出來了 按下去 按下去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好 那我可以坐進去了嗎 哈哈 哈哈 好 我的這裡 我就先把它 收起來 那我就從這邊 你看 各位 你們的右上角這裡有沒有相機 你去找到你的那一台相機 你去找到你的那一台相機 原則上因為我兩台 所以 各位同學 我們有沒有就來到 新聞現場了 哈哈 這樣會不會太快 不會 好 挑好你的房間 快點 快點 我們要開會了 你覺得我去背的效果比較好一點嗎 你知道我後面是怎麼顏色吧 哈哈哈 你有沒有感覺我後面比較單純 對不對 你們後面可能都有電腦啦 或者一些 它去的效果就稍微比較差 那 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你覺得我做 做這樣太大隻了 請到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簡報者 好我們點它一下 你看 你可以選擇自己要不要出現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小隻一點 有沒有 你可以自由決定你要多大隻 可不可以自己放 放好 嗯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位置的部分 你也可以直接 像我預設是在右下角 你可以左上角 好 左下角都可以 那 如果說你覺得 我不想去背 因為我覺得我後面這樣 去不乾淨 對不對 你看我動比較快一點 有沒有看到 可是我慢慢的動 其實就還好 好 那 所以說萬一你覺得說 我這樣去背就不好 那麼你可以選擇 那我乾脆就圓圓的可以嗎 哈哈哈 對不對 好我就圓圓的 這樣是不是也OK 或者你想要方方的 有沒有 我們就方方的 好 好 那這個呢 你要不要自中 你可以自己決定 什麼意思 你看我先不勾 有沒有 標準的 可是自中的話 是我今天如果移過來一點 我如果移過來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看起來相機會移動 可是實際上不是相機移動 是因為我的 本身 我用這樣子你來看 你會比較清楚 這樣子 這樣子 我看一下 這個 你這樣子的話 好像就比較感受不出來 好就是 剛剛我們裁切的時候 他會比較明顯 那你自己決定 這樣會不會安排一下的 所以你可以自由的決定 我要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想要到什麼樣的場景 你看 他每個房間他都有 預設的這個簡報者的位置 好 所以你都可以自己調整 都可以自己決定 這樣會不會用的 所以你知道 博恩夜夜秀怎麼來的嗎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都不用去攝影棚 都在 家裡面就解決了 OK 所以 給你先安排一下 等一下 我們就要來介紹下面這個場景 好 來 我把畫面還給你 現在我們就真的準備要來上課了 好吧 那你剛看到的就是你的房間 你的投影 那麼 你看我們下面這個地方 下面這裡 他有一個東西 叫做場景 那場景的話呢 就是你去安排 好 比如說我上課之前 我想要先播一個 影片 對不對 我有一個片頭 節目要進行的時候 我有一個片頭 然後呢 節目進行中 我再出來 對不對 甚至有些時候 欸 你有沒有 看過那個 一個 一般第四台的節目 主持人 可能 有事情 比如說 要下去溝通一下 還是上個洗手間 然後他人就會消失 哈哈哈哈 欸 這都可以 在哪裡 就是這裡啦 有沒有看到 投影片 肩膀跟拳框 對不對 那我現在是在肩膀 可是因為我還沒有加 我要的素材進來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雖然現在只有一個場景 你看上面有沒有叫投影片 你有感覺到 我們就好像在做什麼 在做這個 新聞一樣 來 如果你只要文字 你看我加一個文字進來 那我來打一下囉 比如說你看我們這個 好 我們來打一下 虛擬攝影盆 好 就把它打進去 有沒有 標題就出來了 那如果你需要有另外一個內容 我還可以把這個地方 這裡我再加一下 這裡我再加一下 這個是小標題 好 那你看 完成 有沒有我的 這樣 就有一個標題進來了 那這個標題呢 你看一開始在這裡 現在有沒有加我 好 那這個呢 我可以關閉它 這樣是不是就不見了 我也可以把它打開 我也可以讓它 那你就在我後面 這樣 了解囉 所以你看喔 我們的投影片 新的投影片 一個是我開場的 一個是加上文字 那再來呢 我還可以再加喔 我們如果 想要把簡報叫進來 我就把簡報叫進來 我也可以做螢幕的分享 比如說 像 像這邊螢幕分享 可能就 相對來說 你看 我出了全螢幕 我可不可以只抓其中一個 我們瀏覽器的分頁嗎 你看 我找一個 我看一下哪一個比較方便 找到我們的簡報好了 來 這裡 這個 那我們看一下囉 我把簡報 應該是這個 這個 好分享 沒有回應 稍等一下下 現在 現在 老師改上 Excel了 哈哈 好 簡報 這個 大小 改變一下 好 做到右手邊來 你看 我現在這個 就是把 拋棚會進來 有沒有 所以呢 同學我們現在來上Excel 你看 這樣老師上課 你會比較認真聽嗎 哈哈 老師薄命演出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看清楚一點 有沒有 自己當導播 好 放到旁邊 那現在我要指這一邊 來 你看我前面 我指哪一邊 你有沒有發現 我要指這一邊 我指這一邊 哈哈 哈哈 這就看錯邊了 所以 要自己知道 看哪一邊 這樣對吧 同學你看 我們看這裡有沒有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明明在看著 空氣 然後就在跟著你講話 哈哈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你看 你的簡報檔案 它會進來之後 就像這樣 它會自動把你轉成圖片 好 跟這個內容 那我們可以選擇 我要全框 也可以選擇 放在肩膀 那甚至呢 老師希望你 現在 要考試囉 關起來 剛剛那張表格在講什麼 哈哈 哈哈 對吧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 這裡呢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都是在同一個場景裡面 是在做的 那麼 你在同一個場景的話呢 其實它 它 的這個位置 就是 同一個場景就是固定的 我如果今天 我想要掉到這裡來 要掉到這裡來 我要手動這邊移動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low一點 所以 我們跟同學介紹一下 這裡 有一個叫新場景 這個也就是說呢 你看喔 按一下新場景 你有沒有發現 我增加一個頭影片進來的 場景 然後裡面是頭影片 那如果說 我只要交到這個 這個地方 我想要 它永遠都是全框的 那你來看一下 你看我在前面的時候 有沒有是這個位置 那我到這裡的時候 我全框 那這個時候 我想要把 老師變大隻一點 像這樣 好 我這裡調完了 你看我回到剛剛 這裡來 有沒有一樣的 原本的位置有沒有保留下來 可是我進到這裡 有沒有 老師就變大隻了 如果能夠這樣長大 是不是很好 那我繼續往下 我們是不是要回到這裡 所以你知道 場景要做什麼用的嗎 它幫你記錄 你現在的這些房間 你的演講者 簡報者的位置 這樣清楚囉 所以今天 我如果這一個 這裡 我想要改變 那我也可以來這邊 因為現在這個也是場景二 有沒有 我把它變成新場景好了 來 我把它變成場景四 你看 現在我是不是 二、三、四 獨立的 所以我點到它 欸 不好意思喔 我在這邊想要上 這個 博恩夜夜秀囉 哈哈哈哈 所以 一樣的 我把我的位置調整好 大小調整好 那我們 在這邊講完了 我們就來這邊 今天我們邀請的是 某某人 有沒有 哈哈 但是你看 像它在這邊 配合這個房間的樣式 所以它就沒有放在肩膀的 有沒有發現 我雖然放在肩膀 可是它是不是 就是 只有這樣子 它就沒有傾斜 如果你 博恩夜夜秀這個房間 你也想有剛剛那個傾斜的角度 可不可以調 可以的 在哪裡 你看 在房間的上面喔 每一個房間你看喔 滑過去 有沒有一個齒輪 你把它按一下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裡 欸 這裡幫我傾斜一下 我想要斜這邊 我想要 這樣子 哈哈哈哈 這樣你了解概念了齁 所以 它這些設定 就會跟著我們的房間一起 那你看我這裡調整網 回到這裡 一樣的 回到這邊 有沒有回來 那我們上課也好 錄影也好 我就是照這個方式 照你簡報的順序 是不是就一直往下走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有沒有了解到 什麼叫做新場景 什麼叫投影片 投影片就是放在場景裡面的 一張一張的 那如果你突然決定了 欸 這一個 我覺得應該加入這邊 這樣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請你按著它 往旁邊丟過來 往這個地方丟過來 有沒有丟過來了 對不對 可是 這個的話呢 因為它現在是場景2 你告訴它 我要用場景3的設定 有沒有合在一起的 所以 講到這裡 接下來這個 再這個 或者我要對調順序 是不是都可以 這樣你了解概念喔 來 給大家安排一下 你的 場景 試看看